叫做核四 跟我刚才解释三阶的意思是一样 三阶就是台湾第三座天然气接受站 核四就是台湾第四座核能发电厂 那我问大家 那是不是有第一座第二座第三座 那第一座第二座现在在新北市 已经用核能发电了 第二座第三座是在屏东 正在用核能发电 好那核能发电就会产生核废料 就是用发电给它发电的那个原料 用完了之后会渗下来 你要把它丢掉 核废料它会有核辐射 大家会想说 这什么是辐射 到底什么是辐射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照过S光 S光有没有 有照过S光的举手 我看有多少 好我也有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还是健康检查的时候 照S光 那有没有照过电脑断层的 电脑断层有没有 好一样 好我也有 也是说健康检查不舒服的时候 那我请你们回想一个场面 你在做S光的时候 还是你看你的家人S光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身体的衣服都脱掉 然后你就 护理师自己是穿很多包的紧紧的 他把你已经固定在那个房间以后 他是不是自己赶快跑出来 是这样吧 对不对 门是不是关起来 然后他说 好好好 我先出来 我先出来才帮你照 照S光 电脑断层也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有辐射 虽然在医院里面的剂量不多 你们每一次照S光都是你 那一天可以忍受的剂量 但是护理师因为每天每天都在那里 他每天照好几个病人 他当然要保护自己 为什么要离开 因为辐射可能会伤害你 辐射造成的结果 就是出现甲状腺癌 甚至可能有不孕的一些状况 这是很严重的辐射伤害 所以大家要赶快跑出来 这就是辐射 好 但是何能 发电 可能就会产生的肺料 就会有辐射 那我刚才有讲哦 40年前 已经有核一核二核三厂 他们的核肺料放在哪里 他们的核肺料有一部分 放在自己的核能电厂 有一部分 放在台东的原住民的部落 原住民的部落 蓝羽 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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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原住民的部落 你说如果核肺料不安很安全 为什么要放在很远的地方 那可能他有一点问题吧 好 30年40年前放在蓝羽 蓝羽 没有问人家哦 没有问部落 没有公听会哦 你们看 这个是民国七十几年的照片 蓝羽的亚美达雾族 这里有去过蓝羽的举手 有吗 有一些 那边是不是达雾族 是吗 亚美族 他们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伤心 开始抗议 说核肺牵出蓝羽 反对核肺料 因为他们已经听说 辐射是很恐怖的东西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不问我们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盖一个那么大的建设 怎么有可能当地人不知道 是谁决定的 当地人真的不知道 今天因为我回家 回花莲 我给大家看一个 我在行政院的时候 发现的公文 很老很老的公文 这是民国六十四年 当时行政院的公文哦 字很小 等一下我用念的 但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字 你看得到哦 这是什么 院长 然后呢 奖金国 那很古老的人 大家还记得他吗 记得哦 民国六十四年 他是行政院长 那个时候还是老奖 奖总统哦 他是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决定 什么事情呢 你们抱上来 使用蓝羽 作为国家 放射性 固体肺料储存厂 继续规划 请准语照办 当时的奖院长同意 核肺料放在蓝羽 不用问当地的人 爱放就放 爱丢就丢 爱选哪里就哪里 放在那里 最好因为离台北很远 好 好 那个时候就放在那边哦 这一张公文非常的关键 核肺料为什么放在原住民的部落 结果又过了三年 民国六十七年 那个时候奖金国做总统哦 好 那个时候行政院长是谁 院长是谁 孙远璇 孙远璇哦 你们还记得他吗 有些人还记得 我现在要讲这个不是针对这两个人哦 我这一再强调这是对是不对的 我的重点不是他们 因为那个时候的政策就是这样哦 我只是要给大家看说 当时的孙远长就说 那三年前他们的规划呢 你们请求准宇 在蓝羽地区建设国家放射性肺料储存场的工程 准宇照办 当年的孙远长最后同意要在蓝羽 说你们规划成功 就给他盖在蓝羽 这两张公文是蓝羽 核废料放在原住民部落非常机密 曾经被关起来 两三年前我们做调查发现的公文 因为我们要跟蓝羽人交代 虽然不是现在的政府做的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 当年怎么回事 好 这两张已经证实 说蓝羽人真的不知道 而且当时的政府没问 好 他们就给他盖了哦 有去过蓝羽的人就看 你们一直在电视上说听到核废料核废料 原来核废料是放在这一种地方哦 你看 这些都是蓝羽 核废料的蓝羽 核废料放在下面 它就在海边 你们有没有看 靠海很近哦 比海很近的地方 跟日本福岛的核电厂 靠海的距离是一样的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好 有人没有去过蓝羽 就算有人去蓝羽 不见得你去过核废料 我去过我给大家看 你如果走近一看 里面就是长这样 这个呢 它的高度其实不高 你走到旁边的时候 它的高度差不多到绿色 绿色的那个部分 它上面有高度 下面有深度 一排一排都是有深度的蚝钩 核废料组存蚝钩 里面放什么 就是一桶一桶的核废料 核废料放在桶子里 那桶子就放在这里面 40年来放的超过11万桶 台湾人不要的核废料 放在原住民的部落 这是真的到现在还是这样 你们会说哪里有可能 那么大的一个建设 那边的人不会问吗 就在家的旁边盖 难道不会问 那边的人有问 来这边说 你们在我们的部落盖什么 40年前工人跟他们说 我们在盖鱼罐头工厂 鱼罐头 当地的人想说 看起来好像有点像 鱼罐头 因为我们吃鱼嘛 结果没有想到是核废料 结果没有想到是核废料 南语的人非常非常的痛苦 好 那现在大家一直讲说 核能很安全 核废料很安全 结果没有想到 民国96年到民国100年 发生这件事情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核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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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核废料长是不是在海边 海边是不是容易生锈 结果那个一桶一桶的桶子生锈了 那生锈了呢 台电发现说 这个是有辐射很危险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呢 想做一个办法 把生锈的桶子里面的核废料拿出来 放在新的桶子里面 那就可以继续放在来雨 那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听起来好像不错 没有想到承包这个工程 标到这个工程案的厂商 标到之后 开始拒那个拒破那个生锈的核废料桶 这个是核废料 把核废料拿出来的时候 那一整个过程 不像现在是在密闭的空间 完全是在开放的空间 里面这些都是当年放进去以前 被压碎粉碎的核废料 核废料的粉开始飞 哇 开始飞 飞到水里面 蓝宇的人喝下去 飞飞飞到土里面 蓝宇的人种头芋头还有菜吃下去 蓝宇的人当年看到这个照片 更加愤怒跟伤心 非常的无助 非常的无助 因为这样的照片 他们说不知道自己喝的水 自己吃的芋头吃了多少年 到底是不是安全 核废料很多人都说 你又碰不到很安全 其实你看就算没有地震的天灾 有没有可能人祸一个不小心 他们应该不是故意哦 工人不是故意 可是他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 有没有可能造成核辐射的外泄 是有可能哦 因为这样蓝宇的人开始抗议 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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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抗议抗议 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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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台东原住民部落 竟然被怀疑 可能也认为可以来放核废料 地点在哪里 在寿里 民国101年102年 30年前在台东原住民部落出现的画面 101年出现在我们花莲 相同的悲剧发生在我们独骨 在台北抗议 说反对核废料放秀林 这个消息是怎么会曝光的 谁知道 原来当时 萧美琴发现 怎么有地质学家 在花莲的秀林 开始在钻钻钻钻钻 钻土地 说要做地质研究 后来去查 发现 那一段 那一段时间 在花莲的秀林 还有宜兰的南奥那一块 一直有人在挖石头 我们怀疑就是核废料 他们想放那里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这一带啊 的石头很坚硬 你们花莲很强 你们有花钢岩 非常的硬 非常的坚固 不只可以放低阶的核废料 还可以放高阶 高辐射的核废料 要拿来这里放 想试试看这里的地质好不好 新闻一爆发 独入固的人受不了上街抗议 说我们不要 那个时候 我们问台电 台电第一时间是否认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在做地质调查 那边的人说 为什么总是挑到 原住民的部落 放核废料 那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做地质的科学的调查 好这个时候你会想 那谁可以替我们把关呢 我们原住民难道有发生权吗 诶 那个时候县长是谁 我们那个时候要问 县长其实可以替我们把关哦 民国101年102年 花莲的县长 那个时候是傅昆奇当县长 他现在是立法委员 好当年 所以我要一直跟大家说 就是论事哦 当年核废料说要放秀林的时候 他的回答其实是对的是好的哦 他说核废料放秀林吗 我傅昆奇会带原住民出草哦 因为核能发电产生的核废料是坏东西 我花莲不要哦 如果你敢放在秀林 我要出草抗议哦 这张图不是古道史乱做的 这个是东森新闻 这个是真正的 我只是把当年的新闻给大家看 副县长真的讲过这样的话 好替我们花莲人法官 结果县长讲这个话 以后花莲没有解除警报哦 过了六年 民国108年 这是中国时报的报道 又说核废料要不要给他 从台东搬来搬到另外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徐县长 那个时候已经当县长了 他的回答也不错 真的哦 所以我认为核废料有辐射 是坏东西 所以我花莲不要哦 县长就是有这样的责任跟义务 保护他的县民 所以县长说的我们认同哦 那现在 因为总统副总统 开始在宣传 我们的立场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民进党一直以来都反对核能发电 所以现在开始宣传四个公投案 包括我们反对重启核四 说不同意 结果现在就有议员 想说两年前 县长是反对的哦 那现在县长反不反对 11月17号 在花莲县议会 一个国民党自己的议员哦 国民党自己的议员叫林中坤 就问徐县长说说啊 那现在真的有人要公投了哦 以前都是说说的哦 现在真的有人要公投 说核四要重新运转 你同意不同意 徐县长的回答不一样 徐县长的回答说我四个都同意 议员有一点怀疑就问哦 四个都同意是包含重新启动 可能很危险的可是哦 徐县长回答 四个都同意 好 讲到这边 我要跟大家说 大家一定要小心公投的这一题 四十年前放在原住民的部落 然后到了民国一百年 说要放花莲的原住民的部落 我们是反对 因为我们是对事不对人 所以我们照片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一张 以免大家以为我们在针对这个 不是 我只是要把事实给大家看 现在正在发生在花莲的事情 就是这样 重点不是哪一个县长 重点是这一个核废料 核废料到底可不可以放在花莲 那你同不同意 而且如果现在的县长 他的立场已经改变 那你要保护你自己 我坦白讲哦 现在就如果县长他的立场改变 他已经没有办法替你把关的话 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只有一票 可是如果你自己不愿意看到这个东西 可能放在秀里 这个要小心 这个不是说放在秀里 你离我光复很远 这个是辐射的问题 它会一直飞哦 所以如果你不愿意这个状况的话 我要跟大家说 政府的立场就是反对重启核四 对台湾需要电 但是我们是否要电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 台湾需要的电力的来源 可以从天然气发电 核能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为什么一定要核能 我可以天然气啊 我可以太阳能啊 我可以风力发电啊 为什么不要呢 所以政府的立场就是说 我们反对核四 我们不要用核四 我们花莲人说 核费不要放花莲 但是你要想哦 从总统副总统的角度 他放在哪一个线 他都会被抗议 所以从他的立场来看 他就是最好都不要用 最好不要用这一种 因为核费料很难很难解决 所以政府的立场在这一题 就是跟大家说 我们反对重启核四 尤其作为花莲人 我plus反对重启核四 因为核四 核费料可能会放在花莲 好 这一题我讲到这里 已经讲完了 大家有没有听懂 有哦